字幕提供 張先生,有甚麼可以幫你 再看你上次介紹的單位吧 這次我打算買的 你真是有眼光 這個盤簡直是投資首選 有時,我們立即看樓 就在這裡 那我們立即簽份林約吧 對了,剛才還沒做查冊 趕時間了,沒問題就簽約吧 前兩天才做過查冊 斷古資料不會有變 這次應該不用出動他們了 為甚麼?只不過會自動著燈 有不明白?不要等 EAA教你看清楚 和黑人的立合約前 你做了土地查冊沒有? 做…做好了 你是有做,不過是前兩天的事 土地查冊可以確認業主身分 了解產權負擔 例如是按揭的情況 有沒有建築命令等等 所以查冊結果 一定要看最新的 沒有看到最新的查冊資料 會不會有問題的? 當然有 假如物業的查冊記錄 剛好昨天有個政府發出的 維修命令登記了 而你看的查冊結果 又不是最新的話 那你就不知道物業 有這個產權負擔的了 根據地產代理常規 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規例 你應該在緊接住宅物業買賣協議 訂立之前 為物業做土地查冊 為客戶提供準確和最新的查冊結果 這樣才能保障客戶的權益 那我立即回去做查冊 查清楚後才跟客人簽約 買樓這麼大件事,出真點好 想知道多點? 給EAA網頁看看 給EAA網頁看看